张静初在自己的微博晒出了一盒月饼 瞬间就引起了吃瓜群众的关注 原来是谢霆锋本封送给张静初的月饼 应该是亲手制作的吧 因为不仅包装分外可口 而且还专门附送了卡片 还自己潇洒的签了名 谢霆锋的东西是出了名的精致好吃 当然价格应该也不菲 不过让人意外的是 这盒月饼居然很便宜 当然也不是很便宜 就是价格很平民化 我看了看代购的价格 差不多就在300出头的样子 官方应该200多 这是谢霆锋今年改版的新款 融入了曲奇的元素在里面 因为谢霆锋一直有卖曲奇 所以干脆合二为一 盒子里不仅有月饼也有曲奇 开始以为是敞开购买 结果发现并没有 因为数量的原因 月饼曲奇很快就都售完毕 现在旗舰店已经买不到了 其实谢霆锋一直在卖都是曲奇 在香港开了实体店 但是好像也是处于比较缺货的状态 吃瓜群众说非常难买 现在好些了 但是买到的人依旧会开心的晒出照片 秀下优越感 就是莫名其妙被谢霆锋带起了一股潮流 但是谢霆锋也很聪明 每年中秋会结合曲奇来做月饼 确实是非常的有才了 以前就觉得谢霆锋只会做点三文鱼 但是没想到做月饼也是一把好手 王菲简直是太有口福了